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还有一丝怀疑,就回头看看身后的地球 每一次抬头,我都会为宇宙的黑暗和冰冷感到站立 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有温度的 因为地球孕育了我们,因为星星依然在我们头顶闪着光 凯文 我和梅博士之间的争执 还有我对你说过的那些话,我很抱歉 对可以托付姓名的人,不需要道歉 是吗?那我该说些什么? 承诺 如果我们中有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战场 就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没所准备的那些方案 圣横计划 火种计划 方舟计划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些方案 但这些努力会为人类复兴埋下种子 我们中活下来的人 必须呵护这些种子 避免它重蹈覆辙 直到新的文明建成 华 我相信永久终结崩坏的希望 就在其中 为了抵达那一天 人类将会牺牲很多 但人类 永远不会失去希望 为了锁定空之律者最后的下落 莉塔洛斯威瑟 再度踏入天穷室展开追恋 但她没有料到 在这座城市中 世界社的阴谋 正在缓缓展露獠牙 令莉塔陷入绝境 在这关键时刻 她的目标 却伸出了援手 猎人与猎物的命运 就此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我睡着了 我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像月球的地方 准备迎接一场大战 我还梦见有个男人对我说话 他的脸有些熟悉 可我不认识他 他把我当成了别人 叫我 花 奇亚娜 那是我的经历 可能因为某些缘故 我们俩的意识交错了起来 看来 随着你的梦 我也能回忆起过去的很多事情了 之前没有机会告诉你 其实说出来 你也难以相信 我的身份 并不只是天命的女武神 我的人生历程太过漫长 长得可以追溯到 你们所说的前文明纪元 我是那个时代的幸存者 虽然早有预感 班长不是个普通人 但真的听你说出答案 又夸张的我不敢相信 所以 在实验室找到的 所有关于你的记录 全都是真的吗 那 那个和你对话的男人又是谁 凯文 克斯兰娜 你们克斯兰娜家族血脉的源头 前文明中烟之战的幸存者 神类最强大的保护者 如果在那场战争中 他牺牲了的话 一切本该如此 但中烟之战的结果太过惨烈 他改变了我 也改变了凯文 战争结束后 凯文创立了名为世界蛇的组织 开始执行千文明遗留的人类复兴计划 世界蛇 你是说圣狠计划 是的 这个计划也许很必要 但他要付出的代价 人类可能永远也承受不起 不少先行者 无法认同凯文的所作所为 认为他跨过了那条线 许多人因此决裂 并反抗他 但之后 他却突然从历史中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说来话长 有机会我再告诉你 但无论如何 许多人松了一口气 凯文消失后 世界蛇也成了一盘散沙 我甚至以为在几百年前 他就已经消亡了 但在神城医药的地底实验室里 看到那些记录我足迹的档案 还有那个熟悉的标志时 我明白他们没有消失 只是躲进了阴影中 耐心等待 主人的归来 听好了 凯亚娜 我们不能继续留在天穷市了 如果那个男人 从封印中回来了 如果这一切都是他布下的计划 那这里就太危险了 以我对他的了解 一旦找到你 他一定会痛下杀手 过去我还能保护你 但现在 所以 我只能逃吗 像过去的三个月一样 可是班长 逃 又能逃到哪里去 我逃过无数次了 害怕 后退 把身子缩成一团 躲在角落里 最后逃开了吗 我是不会离开天穷市的 我不想将来回忆的时候 发现自己做的每一个选择 都是在逃跑 既然你下定了决心 我也不会反对你 但是凯亚娜 一旦发现凯文出现在天穷市的痕迹 你一定要选择暂时避开 我明白了 那么说回圣痕计划 天明的疫苗 从一年前就被运向神咒了 世界蛇的计划 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启动了吗 不 改造疫苗只是计划的一环 要真正激活圣痕 需要另一步 但除了世界蛇的核心成员外 恐怕没人知道计划的步骤 事到如今 世界蛇也一定会加快行动 留给我们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用最直接的方法 我打算返回工业区 找到那个指挥死士的家伙 他看起来像是计划的关键人物 从他嘴里 一定能敲出些什么来 考虑到丽塔在那里制造过混乱 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刚才工业区的那场战斗 我消耗了太多力量 不要太勉强自己 凯亚娜 你需要休息 已经休息得够久了 现在早一点行动 就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丽塔怎么处理 先把它留在这里吧 然后再 Spring 探索了 高峰省 那边 来 来 他在跟谁联系吗 可惜没法听得更清楚一些了 刚才要是动一动 就会被他发现 不管怎么样 现在可不能在这里继续耽搁下去了 皮安娜小姐 就拜托你吸引一下世界蛇的注意力了 我有我该做的事情 要喝杯茶呢 舰长大人 副队长 我们都很担心你 亚尔维特 很高兴看到你没事 我们被空之律者救了 他为什么会来救我们 这一点 我也不太清楚 副队长 我在试图联系总部 但通讯似乎被干扰了 照顾好队友 我很快就和你们会合 放风时间大了 副队长大人 暂时无法联系上 但Tiana小姐的朋友们 该对我的邀请 做出反应了吗 天命女武神给我留了一个烂摊子 拖延了我们的节奏 但这并不是关键 最要命的问题是 空之律者也盯上了我们 那个律者女孩 会彻底破坏这个计划 拖住她 拖住 虽然我恨她 但我不是疯子 我明白 就算你能造出 比现在多十倍的怪物 把他们的命全都填上 也无法拖住空之律者 哪怕一秒 想想第二次崩坏 想想她都做过些什么 你比我更清楚 和律者的战斗 根本不是在人数上 做加法的问题 我查阅过一个小时前的 现场记录 那个女孩并没有展现出 记载中律者级别的破坏力 也许她觉醒不久 还无法完全驾驭自己的力量 你对她的恐惧 只是童年经历的烙印而已 根据之前我获得的线报 新生的空之律者 在天命总部失去控制 大肆破坏 但仅仅数小时后 就被迅速击败了 据说当时 天命有三位S级女武神在场 其中之一 莉塔洛斯威瑟 刚刚和你交过手 结果怎样 还不是败在我们的精心布置之下 由此可见 新生律者的力量 也并不像你想的那样高不可怕 也许 据说 你的话里有太多假设了 也许天命主教 有我们不知道的手段呢 奥托 众所周知 奥托是个躲在女武神背后的懦夫 你与其相信她能解决问题 还不如告诉我 奥托发明了一件不得了的装甲 找了个快退役的女武神穿上 一击收拾了空之律者 你的幽默感还真是让人安心呢 杜亚 为了圣狠计划 组织已经准备了许多年 一座巨大的人口稠密的城市 在灾害下进入戒严状态 无法及时疏散人群 没有比现在更理想的实验条件了 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更重要的是 尊主的目光时刻注视着这里 他希望在这里看到人类的未来 我们俩谁都没有退路 一切如舍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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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些家伙打算有所行动呢 我们刚刚抵达就赶上了行动 未免有些凑巧 车队要启程了 我们也没法选择合适的时机了 对吧 等离开工业区够远 我就准备动手 Kiana 要时刻提防那个穿着斗篷的女人 从丽塔和她交手的情况来看 她很擅长使用阴线手段 我明白 那些女武神也是在他们投放的瓦斯下 失去战斗能力的 那些瓦斯能放倒不灭之刃 世界蛇恐怕准备了某种 会让人体流失崩坏能的化学武器 可这样的武器有两个弱点 第一 如果对方也使用崩坏能战斗 为了避免自己失去力量 必须躲得远远的 第二 这些气体在密闭环境中 才能更好地发挥效果 这也就是为什么 那个灰斗篷没有亲自下场 和丽塔较量 而是选在实验室里暗算她 尽量寻找机会 在开阔的环境中和她一对一 同时也要做好失算的准备 班长 我有个计划 不过 第一步还是得先和她动手才行 又或者稍微担的 又是什么 这个战略 人 多伤疑 有什么 从巨大 开始 后来 才有准备 零 不明 愿 会 绿者的身体还真是顽强 这样一来 你也无法使用崩坏能了 是要和我来一场公平决斗吗 对你 永远没有公平 狩猎开始 准备 啊 你们 到底想在这座城里做什么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 狐狼 事情办完了 哼 和我预料的一样 只要方法正确 绿者并非不可挑战的怪物 杜鸭 把他带回实验室 劝你别留后患 现在杀了他 就是暴殿天物 一个绿者 一个活生生的绿者 我坚持迫不及待 想要把他拆开看看了 疯子 我把他带回去 剩下的人继续工作 我只不过是耽搁了一会儿 你就失手了 不过 不过 也不全都是坏事 至少这下我明白了 血清瓦斯 还有解药 那么 提安娜小姐 请您暂时忍耐一下吧 毕竟 之前你可是使唤过我这个 坏心眼的女婆 就当是 一抱还一抱 无论如何 还是祈祷援手 能尽快赶到吧 看来 看来 这里的警戒力量 大大增加了 副队长 在幽兰戴尔大人答复前 您真的要继续行动吗 虽 虽然作为下属 不该随意评论 莉塔小姐之前的行动 已经失利了 在失去力量的状态下 仍然要带人执行任务 这根本已经不是冒险了吧 叶尔威特 你说的没错 指挥师策判断失道 导致队伍折损 身为领队的我 应该担负全部责任 但在这次行动结束之前 站在这里的我 依然还有责任 要去挫败世界神的计划 挫败 他们的计划 毫无疑问 尤兰戴尔大人只要赶败 我们确实能轻松获得胜利 但如果 他来不及赶到了 或者 在他赶到这里时 世界蛇已经完成了计划呢 这座城市里 会发生什么 如果胜利指的是 在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死后 在堆满他们的尸体的城市里 打败敌人 那这样的胜利 身为女武神的我 并不需要 所以 在幽兰戴尔大人回忆我们前 我必须做些什么 这是我给自己下的命令 我一个人的任务 我 我好感动 我没有考虑这么多 且原谅我副队长 请务必小心 您现在的状态 冲击量也只比普通人强盛一点 亚尔维特 女武神 并不是只有依靠崩坏能才可以战斗 过去所说的训练 一直刻在我的身体里 我从来没有忘记 我给你调整过了银铁装甲 虽然你本人暂时无法使用崩坏能 但他在有限的时间里 依旧可以运作 谢谢你 莲尔维特 我会先从解药开始调查 危机还未有 进程 前面就是研究所 如果要找线索 从那里入手的希望更大 等等 原有四号的残骸去哪里了 也许是被他们拆走了 我有种不妙的感觉 纳塔 纳塔 走吧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我又梦见了哥哥 梦见了我和他告别的那一天 毁灭从天而降后 我们被迫离开了家乡 粮食 药物 水 什么都缺 人们为了抢夺这些发了疯 他们互相残杀 很多族人死在了逃荒的路上 我本来没声望能活着 直到那个男人 直到那个男人 出现在我们面前 哎 求求你 把哥哥也一起带上吧 也许 也许现在你还太年轻 无法理解 但是听好了 被白花赐福的少女啊 生命 是昂贵又脆弱的东西 一个人能活着 是因为许多无辜的生命 为他献上了牺牲 牛羊倒下献出了血肉 麦穗倒下献出了种子 树木倒下献出了柴心和果实 无数毁灭成就了一段生命 这代价极为高昂 在这个艰难的时代里 活着的人 必须配得上这样的牺牲 很遗憾 你的哥哥并没有这样的价值 你应该听你哥哥的话 勇敢起来 代替那些为你活下去而牺牲的 奉献的人 好好活着 好好展现你的价值 他带走了我 他保护了我 他训练了我 但直到今天 我还是会害怕梦见哥哥 害怕他问我 有没有好好地活着 怎么样 你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吧 有没有为自己感到一丝骄傲 你击败了空之律者 证明世界蛇的意志 是无法阻挡的 这也证明了我的结论 就算崩坏赋予了律者毁灭性的力量 他们也不过是血肉之躯而已 哭了 我希望你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我当然很清楚 从组织成立以来 我们还从来没有得到过律者的研究样本 还是活着的律者 对他进行研究 会让我们对崩坏本质的理解 又飞跃式的提升 这些研究 能让因为崩坏死去的人 重新活过来吗 你不会明白 对我们这些研究者而言 这样的机会代表着什么 如果不能理解你的敌人 你就永远不可能战胜他 不管他给你带来了多大的痛苦 你都必须拥抱他 看清他 寻找打败他的机会 如果做不到这些 那你所受的苦难 只是浪费 而说到底 个人的痛苦也好 失败也罢 不过只是数十亿分之一 微不足道的尘埃 只有一种痛苦需要医治 那就是全人类共同的命运 崩坏所带来的痛苦 所以 让我们做好各自分内的事情吧 空之律者已经在你掌控中了 激活的开关也已经安置完毕 现在 不会有人阻挡计划了 启动开关吧 两个小时后 天穷市的人们将迎来新生 根据之前找到的资料显示 这片区域 应该就是工业区中的药物研究所了 如果一切顺利 里面应该能找到 关于解药的线索 万一 我是说万一 副队长被发现了 记得激活银铁链拳的自动模式 他会在关键时刻 掩护你逃跑的 亚尔维特 对我有点信心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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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通过那个孩子传递的信息 我收到了 看来 幸运还是站在了我这边 我期盼的元首到了 特斯拉博士没有一起来吗 接到你的消息 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现在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一次你没有捣鬼 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 说谎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看看四周你就会明白 这里没有埋伏 现在的我 对牙医小姐也毫无还手之力 我只是想和你做一笔真诚的交易 你帮助我获得解药 我就会把皮安娜小姐的下落告诉你 在这座城市里 我们是同一条战线的 看来你我达成共识了 那么拜托你了牙医小姐